书间上级 倩姐怀疑我嘎了老陈 她手上握着相关证据 还带我去见老板 我个人认为老陈的死有蹊跷 糟糕 这种女人果然要搞事 我身上没带武器 还没法反击 那里蹊跷了 你说说看 司机要杀老陈 手上还有枪 没理由拉着老陈同归于尽 与我想的一样 然后门 两人应该在车内发生过打斗 导致车子失控冲进河里 老陈身上的伤正好印证这一点 听说那边发过来一些资料 是行车记录仪 以这些老狐狸的眼力 认出我的背影不难 可倩姐的话出乎我预料 看过了 没什么问题 之前老陈和老万有过节 但从他们发过来的资料看 此事与老万无关 哦 那就好 我在那边仅有一些股份 若牵扯到老万 事情还挺麻烦 姓陈的答了也好 他为难老板 极有可能是幕后之人授意 给我们脸色看 卧里头总归是不好 十三你觉得呢 老板说的对 对什么对别祸稀疑 我说的是老陈 我不太清楚 只知道有一个人叫老陈 他跟万主管有过节 然后嘎了 那聊聊其他的 听说你在那边 请动了克伦武装 请动了一小撮 阿冷姐以前在那边混 他搭的线 老陈的事糊弄过去 其余的全是小事 我对答如流 老板没有过多纠缠 十三这次的事辛苦了 等下去找小倩拿点辛苦费 多谢老板体谅 我要继续钓鱼了 你们走吧 老板知道我嘎了老陈 故意不说出来 还是真的不知道 我猜不透老板的心思 毕竟老陈的嘎对他有利 随后我和倩姐离开 十三刚才吓尿了吗 先吓我后又帮我 倩姐到底什么操作 我真心看不懂 我没吓唬你啊 先前给你看视频 告诉你情况 是让你做足心理准备 好去见老板 可你想歪了 还跟我耍小聪明 倩姐对不起 我误会你了 我以前被你坑怕了 哪敢随意漏底 记住你欠我的人情 将来是要还的 记在心里了 倩姐想要我做什么 开口就行 我嘴上硬答得很快 实则在打马虎眼 将来的是谁又说得清 回到园区 我跟大牛 又过上喝茶看仓库的日子 直到蝎子带来一人 十三我给你介绍个人 他叫阿四 过来接管后勤部的 十三哥好 你的大名小弟如雷贯儿 我打心底佩服 等等 园区更换主管是大事 你不能随便带个人过来 就说要顶替我 起码得老板开口 老板把人交给我 我只负责带人过来 并传达他的意思 要不你打个电话问问 老板什么意思啊 要废了我吗 事发突然 老板人区来了个人叫阿四 我叫他过去的 你把后勤部交接给他 我会按老板的吩咐做 要全部交接吗 是的 其中包括那个部分 你知道该怎么做 千万别因为毒气藏桌 万一出了问题 对谁都不好 我不会带情绪工作 打电话给老板 不过是问清一下情况 我心中自然不爽 尤其是老板没说 安排我去干嘛 使我觉得有大事发生 十三人交到你手里 我走了 十三哥大牛兄弟 来跟华子 我无意抢十三哥的位置 可老板让我过来接手后勤部 不敢不从啊 园区有老板说了算 他开口 我不会刁难你 多谢十三哥理解 不知现在有空吗 没什么大事 你急于接手后勤部的话 现在交接也可以 不不不十三哥误会了 我见园区里面有餐馆 既然手头上暂时没事做 我想请你们吃顿饭 怎么好意思 你先去点菜吧 送上门的冤大头 我没有跟他客气 当他离开后 大牛问出心中不解 十三哥他好歹也是主管 怎么耸得跟孙子一样 笑里藏刀 这类人城府很深 表面上示弱 等他露出獠牙咬人的时候 比谁都凶 他的城府有十三哥身 大概半斤八两吧 老板能派他来管后勤部 绝对不是简单货色 我还有一点想不通 咱们的后勤部没出过错 老板为什么要换人 我也想不通 为了安全起见 得做好两手准备 先去造他一顿 倒不是我贪吃 我想借这顿饭了解阿四 由于是吃别人 我把飞哥和叔叔叫上了 我多带两个人过来 你不会介意吧 十三哥说笑了 吃饭吧人多才热闹 大家吃饭吧 酒过三旬 阿四跟我套起近乎 我头次来园区做事 很多地方都不懂 还望十三哥多照顾 照顾谈不上 老板让你过来交接 我会把园区规矩和忌讳 全告诉你 太感谢十三哥了 来走一个 他把姿态摆得好地 表现得像个怂包 这类人很难露出破绽 我知道遇上高手了 还无法区分他是敌是友 只见飞哥发了话 阿四主管是吧 你看样子像个老鸟 不知以前替老板做什么的 在境外管理产业 不知什么原因 老板把我召回来了 还让我来园区管理后勤部 如此说来 阿四主管是老板的心腹 飞哥说笑了 什么心腹不心腹的 大家都是为了混口饭吃而已 话是这么说没错 不过有件事我想问问 你顶了十三的位置 老板打算怎么安排他 飞哥的话一针见血 同样是我想知道的 不料阿四开始获新名 飞哥为难人了 我只是个小角色 岂会知晓老板的想法 阿四主管你不能光嘴上客气 大家相见不到半天 我们相处挺融洽的 多少透露点消息给兄弟 十三哥发话了 那我多少得说点 但你们不能到外面乱说 你放心吧 在场的嘴巴都挺严实 老板侧面提过一下 十三将来在园区的位置 比现在要高 不能吧 我现在是主管 再高的话 除非顶替欠姐的位置 可那种事不会发伤 阿四没理由骗我 只是消息太过震撼 我有些难以接受 饭后我与飞哥回到办公室合计 飞哥老板到底什么意思 不好揣摩 阿四还需要你教导手法 说的话不会有假 难道老板是随口一说 老板做事雷厉风行 说话却一场谨慎 他要把你推起来 目的又是什么 飞哥想不明白的问题 我一般没辙 在阿四正式接手后勤不前 此事必须搞清楚 否则我的处境会有危险 这样你放慢工作交接 同时联系好阿冷 必要时直接跑路 此次空降的主管不同以往 他是老板的人 远区可能会有大事发生 从目前来看 我只能如此做 我同意飞哥的说辞 回到宿舍后当即打给阿冷姐 我们在妙阿迪搞的事 全部结束了吧 结果去了 没人在乎老陈的死活 阿冷姐有件事需要你帮我 说被跟我还客气什么 找辆车来园区附近 若有意外发生 我好及时离开园区 从你的码头跑路 你遇上麻烦事了吗 不算是麻烦 我也说不清楚 只是嗅到危险的气息 谋定而先动 留退路的做法错不了 用不上更好 我会派车和司机过去 待会把司机的联系方式发给你 挂断电话 叔叔看向我 你要跑路了吗 那是最坏的打算 阿四来园区顶我的位置 我得做好两手准备 跑路的时候 你会带我一起走吗 当然会 不过也得你愿意才行 我这辈子赖上你了 你去拿我跟着 叔叔说完拉着我 生怕我跑了一样 而这时倩姐电话打 我值得去见她 倩姐你找我有事 阿四来了园区 要顶你的位置 有这回事吧 又从明天开始 我要把工作陆续交给她 还得传授手艺 阿四是老板的心腹 忠心程度不亚于蝎子 这次的是你怎么看 还能怎么看 我一打公仔 老板让我做什么 我照做就是了 此事可能关乎到你的性命 要不跟姐说点实话 倩姐表情严肃 说话很直接 不同以往的做事风格 于是我换的方式开口 后勤主管多轻松的工作 赚的还不少 结果空降个人顶我位置 要说心中没有怨言 铁定是假的 这才是正常人的反应 没谁会乐意位置背顶 你就没其他想法吗 什么想法 不如倩姐给点提示 比如说干掉阿四